高雄一起集 高雄一起集 民眾一起騎 民眾一起騎 我們透過這百年的整個路徑 去了解高雄的過去 現在 未來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產業才是高雄最重要 那第三天就是回到我第一組的這個 總部在這裡 禮拜天下午五點下在這邊 成立號召我們支持的市民一起來 那這是就議會 我是從這邊出發 然後後來搬到高雄市議會有十年了 那我們要從這個角色 這十八年來 我們在議會為高雄所做的努力 一步一腳印 那現在要再從現在的議會再走回這一條路 也回顧我們高雄是中正路這一條主要道路 曾經是高雄的華爾街 金融街 最重要的 那為什麼會沒落 那要怎麼興起 這個整個旅程 這三個旅程 都包括線的沿海 工業區的體積 跟我們整個高雄最重要的中正思路 那這樣的話 讓我們一起整個高雄 重新布局 而不是一直在破局 這是我們這一趟旅程最重要的一個意涵意 也請大家能夠多給我們支持 也歡迎大家市民一起來參加 這次我們台灣民眾都配出五一正議員 那他是以申跟德勇 將近是二十年的一個資深民意代表 非常的專業 而且也是一個非常優質的一個民意代表 我們想說要利用這趟我們幫他提建福哥用的旅程 那我們在外出的路線 我們希望我們用一個環保的一個腳踏車 來走這一趟旅程 那我們希望我們的腳踏車能夠走進市民 走進民眾的每一條大街橋下 那也希望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去傾聽高雄市民 高雄民眾 對高雄的一個問題的一個提出 那在這個連線上面 我們也是會去拜訪了這個傾聽在地的問題 跟傾聽在地的一個經濟環保之間 如何去平衡 高雄的經濟環保之間 大概是我們大家的高雄市民 收盤心的問題 所以這趟旅程 我們在日子把我們的武藝鎮的政見 再提出對高雄的一個經濟政策 能夠呈現在所有的高雄民眾的民眾 那我們也希望在這次的旅程當中 我們要請所有的高雄民眾 高雄的高雄市民 這位好安 這位一直 來騎這個腳踏車 這一次的小拉車活動 那第一天呢 剛剛市長也說了很多 他對海邊這些地方的一個願景 所以我們高雄我們最近一直在聽到說 大港大港 但其實我們不只要大港 我們要的是大雙港 所以我們第一天會從前定的四福宮 這邊開始出發 這個也是高雄每七年會燒一次王傳的一個廟宇 他已經也歷史非常的悠久 那我們也會到達新達港 騎人碼頭這邊也會去做一個參觀 那我們設定的每一個點 我們市長其實都對這些點有他的現景跟想法 所以每一個點在現場的時候呢 市長也都會提出他的對未來這邊的一些規劃 那再來呢就是永安師弟這個地方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也會到這邊去用餐 那最後呢 我們會到本州工業區 這個地方呢 是大概30年前高雄的一個環保工業園區 那我們也會去這邊 跟一家公司我們會去做一個訪談 那最後呢 會停在鋼箱的壽天宮 也是一樣 我們一開始跟傑吻都是在媽祖廟 我們也會祈求這次的祝福可以順利 高雄市里都平平安安的這樣子 第二天就是 因為高雄是個工業城 百年的工業 但是高雄它有它的歷史跟倉上 那所以呢 我們第二天是從鋼山吉日站這邊出發 對我們會經過橋頭燈場 再來會到橋頭的中期有機燈場 那接下來呢 大社空屋這邊已經很久的空屋問題 那我們也會到這邊去 人五人和公園這邊我們也會做停留 最後呢會回到鳥松陳青湖這邊 那這邊呢 所有的每一個地方 市長也都對它有願景跟規劃 所以內容的話就請大家敬請期待 我們的壓軸第三天 也就是我們競選總部要成立的這一天 我們希望所有的高雄市民朋友們 大朋友小朋友 只要你有腳踏車的 都可以跟我們一起騎 因為這一天呢我們的阿伯會來到這邊 阿伯平常都是騎一日雙台 要不然就是一日雙城 是我們跟不上的速度的 那這一次呢阿伯會陪著我們慢慢的騎 那從高雄市議會開始 那市長不是已經當議員當了18年了 所以他對我們搭高雄是非常有想法的 那從市議會開始呢 我們會一路陪著 我們會把路線圖也會公布在網路上 那中間呢 歡迎所有的高雄市民 我們高雄的青年朋友們 大朋友小朋友們 我們可以從中間 我們隨時都可以加入我們的車隊 我們希望藉由這一次的活動 我們再一次的翻轉高雄 那也可以帶領我們的意大利文 那一天的卡斯陣容非常的堅強 大家一定不能錯過 好 我們會一路呢 就一直起到 接著到就是 最後回到競選總部這邊 也就是接著晚上很精彩的晚會 這個是我們大致上的一個規劃 跟行程 所以第三天真的很希望大家一起奔出來 一起翻轉高雄 民眾一起騎 那都以往大家到面來聽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是希望能夠把我們的證件 讓高雄的市民可以聽到 這個是大概我們這一次的 一個發起的原有